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我是淳子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是请到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 潘灵俏、潘小姐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你好 淳子你好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A股的具体表现了 那么今天啊这个两市午后市呈现一个震荡走高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互生两市呢也是高开高走 那么有色板块也是零涨啊 那么今天这样一些大市的情况 也是令到今天的收盘情况呢还是不错的 那么上正宗址呢是收盘涨41点报在2781点 那么深圳城址呢涨36点是报在9793点 互生300址涨36点是报在2984点 那么创业板址呢同样也是上涨的 涨36点是报在2126点 那潘小姐今天对于这样一个高开又高走的这样一个状况 你综合一下这个市场上所充实的一些信息 你是怎么样看待A股的后市表现呢 那么从这个外围市场上面看呢 隔夜呢美股都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的 再加上呢国际油价呢也是因为美元的一个下跌 以及呢有消息指呢伊朗啊俄罗斯啊在内的这六大的产油国呢 是有意愿呢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来探讨呢 关于这种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事宜 令到呢油价呢也是出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反弹 那么这些因素呢对于今天的一个A股市场来说呢 也是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带动作用的 那么美国的这个纽约联储局主席杜德里士啊 表示呢去年12月的这个美联储升息之后呢 金融状况呢大为的收紧 如果呢持续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呢之后美联储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那么此外呢美国的ISM非制造业指数呢 也是创下两年多的这个新低 那么服务业的增长呢出现这种放缓的状况 那么也都这两方面的一个消息呢 令到呢市场呢是担心呢美联储升息的步伐呢可能会放慢 所以呢美元呢也是这个创下了七年最大的跌幅 那么反映到这种人民币方面呢 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中间价呢 是今天有上调这个超过百点刷新了一个月的一个高位 并且呢离岸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也是呢从昨天这个6.65的这样的一个高位呢 那么一度回落到6.60的水平 那么这方面的因素呢也是对市场呢产生了一定的这种支撑的作用 但是呢在春节回来之后呢那么如果说央行呢是进行一些降准降息的话呢 那么都会令到呢人民币汇率方面呢都依然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贬值的压力的 那么市场呢对于人民币的贬值呢也都是一个一个比较强的预期 那么担心呢在春节之后呢人民币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所以呢在春节之后呢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一个走势的状况呢也都是需要呢持续的关注 那么此外呢近期的市场呢出现比较大幅的波动 那么一些上市公司呢也是准备呢开始进行一些回购股票 但是暂时上面看呢这些回购股票整体的一个规模呢都还是比较小一些 并且呢在之前一轮的股债当中呢很多的上市公司呢也都是有进行一些股票的回购 那么到了目前呢这部分的一个股票呢很多程度上面呢都是处在这种亏损当中的 所以呢那么即使呢这些上市公司是在进行这种股票回购的话呢 都是很难给到这种投资者股价就已经见底的这种信号 所以呢对市场的提振呢会是相对的有限一些 那么今天呢是这个春节这个假期之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的 一些投资者呢也是会选择这种持币过节 但那么同时呢明天呢也是节前的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那么之后呢A股呢也是要修饰这个一个星期 那么在这种消息面上呢也都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呢相信呢在这种节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交易日上面呢 那么投资者呢入市的这种热情方面呢都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 那么入市的意愿呢可能并不会特别的强 那么从技术面上看的话呢今天呢从这种日线图上看呢 护纸的一个表现呢是有所好转的 那么MACD指标呢是形成了这个金差 并且呢也已经是升穿了这个十天线 但是呢从这个周线图上看的话呢 股价呢都还是没有出现这种见底的信号 目前呢都还是处于一种技术性的反弹为主 那么上方的阻力呢暂时呢是在这种2850点附近呢 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的 那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今天这个大盘啊 在上涨当中也是有一个板块是上涨的比较快的 那么就是有色金属 那么也是受到这个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啊 A股的这个有色金属的股份呢 今天都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刺激的 那么同时也是受到纽约金价上涨的带动啊 那么今天早上国内的这样一些有关的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呢 也都是呈现一个全线走高的一个状况 那么也是看到今天啊收盘呢 也是超过10只的股份是涨停的 像是这个新业股份宏达股份和金贵营业 那么派小姐对于这样一个板块 突然间的这样一个走强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之前呢市场呢曾经认为那么美元呢会 这个美联储呢会继续的一个加息 所以呢很多的资金呢也都是流露到了这个美元当中 但是呢昨天的这些消息呢反映出呢 可能美联储加息的步伐呢 并不如市场之前所预期的这么的快 那么所以呢令到呢很多的一个资金呢都开始那么流出美元 那么流露到呢一些大众商品当中 像是那么美这个黄金的一些避险需求也是被提升 那么金价呢出现这种走高 也是呢带动了这种上期所当中的互旅啊互同互新这一些的 这个期货价格呢都是出现一个上涨的状况 那么从今年的1月12号以来呢 在这个伦敦的这个新的一个价格呢 已经呢是开始呢出现了有一个接近是20%的这个上涨 那么同样呢也是带动了这种国内的一个互新价格的一个上涨 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周二的时候呢 美国的一家新业的一个巨头呢 也是呢开始申请这种破产保护 那么令到呢市场呢对于这个全球的这种新的一个产量呢 这种减少呢产生了一些的一个憧憬 但是呢从整个行业的一个基本面上看的话呢 那么始终呢还是受到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供过于求的一个因素的影响 所以呢那么在这个中长期的一个表现上面看呢 未必呢就能够像今天的这种股价反弹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这么的乐观 那么从过去几年的一个时间上面看呢 有色金属的价格呢也都是呢在这种持续的一个下跌的 并且呢也都是创出这种历史的一个新低 那么多种的有色金属的这个行业呢 也都是他们的一个业绩呢 也都是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种下滑的状况 那么从去年的第四季度以来呢 整个的一个这种有色金属行业当中呢 很多的这种金属的品种的这种生产商呢 也都是出现一些保驾现产啊减少这个产能的方面的一些消息 像是呢这个九大的国内的这个同企生产商呢 就决定呢是在今年呢减少35万冬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生产量 而另外呢在这个新方面呢也是呢有在今年呢决定呢 是减少50万吨的这个金属的一个生产量 那么这些减产的消息呢那么对于呢这个有色金属相应的 这种有色金属的这种价格呢产生了这种短期的一个支撑 但是那么从这个更长期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呢 那么这种整体的一个需求呢都还是疲惑一些 那么难以呢对这个价格方面呢产生特别大的一个提振 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有色金属行业当中呢 传统的这些金属品种的一个表现呢都还是会偏弱一些 但是呢其中呢像是部分的一些金属呢 那么尤其是像是这个锂金属呢就受益于呢 这种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状况呢 它的一个表现呢会是相对的比较亮眼一些 那么像是呢碳酸锂呢近期的一个价格呢 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强势的过程当中 所以呢在A股方面当中呢 一些锂金属的这个加工企业生产企业